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资零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你家应对 路遥君玛丽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周末 在这边祝福所有投资朋友 周末假期愉快 如果心有余力的话 周末尽量带家人出去走一走 我一直觉得专业的东西留给专业的团队 时间请你留给家人 好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讲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礼拜五是我们国家 蔡英文总统的520就职演说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 全程去看电视转播 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全程去看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 那待会去跟投资朋友去讲我的心得 那这边稍微跟投资朋友去报告一下 在礼拜五的时候 5月20号台股上涨35点 收在8131点 地上说575亿元 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575亿创下近期的新低量 因为之前的成交量最低是601亿 礼拜四601 礼拜五575 当然连续量说 他是在观望 观望什么 观望520 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内容是如何 好 从11点 11点点5分开始 好 那盘面就陷入一个胶着在观望 好 那我们去跟你聊重点 好 看你看到什么东西 我想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不太一样 好 你看到的东西跟我看到的东西 我们解读东西应该是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去聊 量说 就技术分析而已 量说他在观望 相对而言 他也量说尝试做止跌 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 如果他量说尝试做止跌 那未来的两天 下礼拜一下礼拜二 台股他就必须拉出一根或两根中藏红 好 那当然这两天周末时间 当然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大陆 他的反应是如何吗 那说实在话 那个不是你能够去预期的 既然他不是能够你去预期 不是你能够去分析 那你就不用起人忧天了 是到是年转没美才出还几等就好了 你请他那么多东西干嘛 既然你没办法去分析 那你就平常去接受他嘛 好 所以他不是你能够去分析 你只能够 你只能去沙盘推演嘛 好 如果 下礼拜一下礼拜二 量说拉出中藏红 那他可能就开始做强劲反弹嘛 那我说过 那是什么 那是强劲反弹 那是短夺 但是他是最后逃命波 那是最后的反弹的空点 好 那如果礼拜六礼拜天 中国大陆那边翻脸不认人 然后开始往下杀 那也还好 那就是空单回补点而已 急杀找空单回补点 你要抢短多单我不反对 急杀找空单回补点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 操作股票不用起人忧天 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我反而是想跟投票者去聊 未来 您的关盘重点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今天5月20号了 五穷六九七战要开始了 投票 如果520这个不确定因素的移除 那接下来你要面对的是什么 接下来面对的 不管是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 或者MSCI会不会把上海A股 纳入它的成本股 应该是有那个迹象 不然QB不会在这边做卡位了 还有呢 还有FED会不会升息 你从美国股市近期的上下震荡 都很剧烈 道琼现在涨跌随便都一两百年 怕死人 道琼如果 特别你近期如果 有看到琼的反应 你应该可以知道 道琼有时候涨跟跌 随便都一两百点 那我们告诉过大家 当道琼它在上涨 随便都是一两百点 起跳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 道琼在这边多跟空的看法 慢慢进入一个分歧 好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就我的认知啦 或就我的解读啦 美国股市今年它下半年会遇到两个不确定因素 一个是FED会不会升息 第一个 川普会不会当选美国总统 所以美国在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下半年一整年 美国事实上它应该受很多资讯 应该是说外在因素的干扰 所以接下来的道琼会比较辛苦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道琼在未来走势过程中 我个人倾向 道琼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他要 击掌不太可能了 道琼他能够横盘在一万七千五百点以上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了 真的你如果问我 因为他现在遇到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 外在因素的干扰嘛 一个会会 FED会不会升息嘛 好 那一个就是 就是川普会不会当选嘛 那你从目前的应该是说 不管是FED会不会升息啊 因为他目前的出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的往下降嘛 代表美国经济实质在所服输嘛 好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个人倾向道琼接下来的震荡会很剧烈 这第一个你要心里有底 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开始 开始跟你讲重点哦 好 开始来了哦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盘中请问一下 好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 所以你有没有去看 蔡英文总统 好 基本上 我我盘中说实在我 我盘中很少看新闻 好 很多投资本人会好奇问一下 哎老师你盘中 你每天开盘做多少功课 你看 看多少资料 好 在我当 研究员的时候 好 研究员那时候七点多就要开会 所以说那时候当研究员 都要好早就进公司了 七点开会 我记得那时候大概都是 六点就 六点多就进公司了 然后 然后准备 资料 看完 上网资料 然后等待早上七点半 成会报告 然后 那时候当研究员的时候 好像 每天时间都不够用 要把所有的资料看完 那你才能够 安心的准备开盘 现在的我 说实在话 我几乎开盘前不看任何资料 以前 以前是年轻了 年轻 以前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说年轻比较有冲劲 当然你也可以觉得 你也可以说年轻那时候 比较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 所以以前 以前当研究员的时候 几乎开盘前 你希望把所有的报纸 那时候要看几份报纸 至少要看三份报纸 然后还要把网路新闻全部看完 欧股看完 美股看完 然后七点半要报告 上来报告 那是十年前的我 现在的我 你问我 老师 你开盘前都看什么资料 我很坦白告诉投资朋友 我开盘前 大概只有早上在家里吃早餐的时候 然后打开新闻 57台或58台看一下 今天国际股市发生什么新闻 那出门上班我就不会 出门上班 电视关掉出门上班之后 我就不看任何新闻了 盘中我也不会看任何新闻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 国际股市发生什么信息了 这样就好了 因为你的操作 你一定策略 你已经知道 你应该是 急杀找买点 还是急杀做追空 还是反弹找空点 还是 涨你要追买 你心中应该有那个策略在 那今天早上进公司 我就把电视台打开 然后就全程参与 看一下今年我们国家的 应该算是一个喜事 就从早上 开盘就这样看 然后11点05分 就开始蔡英文总统 开始发表就职演说 11点05分 我现在跟你讲时间 如果心有余力 你就把它抄下来 11点05分 开始就职演说 那就可以去看台面的变动 11点24分 开始讲到两岸关系 不是讲两岸关系 11点24分 讲到区域发展 讲到所谓的亚太安全 11点28分 开始讲两岸关系 讲1992年的 应该是说 1992年这个历史会议 到11点37分 大概结束了 所以大概讲了32分钟 将近快33分钟 好 那投资本 我刚才跟你讲 那时间点 是有我的意思 我今天不是 闲来无聊 在跟你讲这些 讲那么仔细干嘛 好 我之所以告诉你 今天11点05分 就职演说 开始 11点24分 再讲区域发展 讲亚太安全 11点28分 讲两岸关系 11点37分 讲完做结束 这段期间 事实上 我不晓得 特别人在看 我除了在 看电视转播 看猜文总统 他的就职演说之外 这段期间 我把大盘的 所有的强势股 跟弱势股 把它列一下来 就说 他动什么族群 去拉 拉台个股 他杀什么族群 把指数灌低下来 那就可以去从 这中间的过程中的 应该是说 多空的变化 去体验 那个盘态的感觉 礼拜三 我记得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办投资讲座 我怎样说 我就怎样做 你有来听讲座的 应该知道 我怎样说 我就怎样做 所以今天在盘中 大概是 11点05分 到11点37分 38分的时候 我就 把 我认为 应该做的动作 那我这样把它列一下来 把它做资料 那希望对你有帮助 可能现在收完盘了 老师 今天怎么 12点之后 盘式变得很无聊 盘整在那边 那边已经不是关盘的重点了 关盘的重点不是在11点之后 而是说 这过程刚才跟你讲的 从11点05分 到11点38分 这段时间 你看到什么东西 而这个东西 需要对你有成长 对你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 你现在听到我讲 因为我说11点05分开始演讲 不是演讲 开始演说 11点24分 讲所谓的亚太安全区域发展 11点28分 讲两岸关系 讲1992年的这个历史会谈 你去看那个K棒的走势图 你就会 哇 比较有感觉 那如果你又能够把台湾50或 中型100那时候的强势谷 弱势谷把它列列下来 那当然 对你就有帮助 好 那老师 我又没有硬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你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说实在话 好像你不用知道这个 那我是想跟投票者去分享 我个人操作股票的 的成长史 或者是我个人的心路历程 如果你会觉得 迪红相的转折 或者迪红相对类股的看法 或者迪红相对于很多 时事的看法 能够提出比较另类 与众不同的功夫 简单说就是 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钟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要在台上表演那一分钟 你台下必须累积很多 与众不同 人家 没有去做的那些蹲马步的功夫 就像 我不晓得现在的你 你会不会用手去画K棒 那 现在年轻的分析师 只会告诉你 他股票资料涨零板 赶快参加他的会员 他股票资料涨零板 我曾经用手去画过K棒 那以前我在学KD RSI MACD DMI的时候 投资表你这样学的 就 就 就像电脑会告诉我们 怎样看 以前我是用数学公式去导KD 以前我是用数学公式去导所谓的DMI 所以以前我是真的用数学公式去算 明天如果涨几点收几点 然后KD会怎样 RSI会怎样 DMI会怎样 是用手去做计算 现在电脑软体已经会帮你算出来了 所以特别 我们对于涨跌指数的涨跌 的价差涨跌 我们的感受一定不一样 那个就是蹲马步功夫 就像我在礼拜三 投资奖座 或者我在之前投资奖座 曾经告诉过大家 我会把每一天的一分K 把它印下来 把每天分时走势 列印下来 你知道我做几年了吗 应该做 等一下我想一下 七八年有的吧 每天一分K 把它列印下来 然后每天的磐式分子 走势图把它列印下来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啊 那是一个习惯啊 习惯的养成 或者专业知识的养成 或者你态度的养成 那是你必须一个持续性 好 那我跟你聊这个 有什么 跟今天的磐式有什么关系 你有多大关系啊 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啊 成功没有捷径 那是一种态度 那是一种态度 你所展现的态度 你的态度 就会在影响你节目的品质 就会影响你的操作内容 就会影响到你的买卖空补店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 我怎么很少听你节目在讲个股 很简单啊 最近放空不需要讲啊 放空干嘛讲个股 讲出来反而会被嘎空啊 你不知道 你放空人家股票 你到时候让人家知道 人家说不定对你不爽 还把你硬嘎上去 会不会 会啊 所以我想跟大家聊的概念 空头市场你能够全部避开 你就all me do 至于你能够赚多少钱 跟你又没有很熟 为什么要告诉你 身为一个投过老师 空头 我又告诉你 你要避开这840点 我觉得我已经进到 社会道德责任啊 难道我还需要在节目告诉你 我放空什么个股赚多少钱吗 应该不用吗 真的啊 应该不用啦 你能够避开840点修正 我觉得 我已经进到我应该要有的社会道德责任了 事实上讲难听一点 我不需要进到社会道德责任也可以啊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敢而已啊 我们不像有些人可以支持股票 支持涨停板了 好 那其次 打批已经结束了 正是我们今天解盘了 各位亲爱的投票 520就只演说 他只是在股票行进过程中的 一个不确定因素的移除 当一个不确定因素的移除之后 你还是应该要回归到 他应该要有的一个什么 一个态势跟方向 在我们录音的时间点 我们节目播出是晚上 晚上8点到8点半播出 我们节目 我们录音的时间点是下午4点多 下午4点多 中国大陆国务院的国台办 已经针对参文总统的 就只演说 发表他的谈话 那你问我会如何 我不是两岸事务专家 我也不是国际专家 所以我不会去跟你回答这个问题 那 就线论线 开始来了 老师 你妈黑胶好不好 对啊 就线论线嘛 好 开始来 分析过程中有大而终在小 你听我节目 你应该知道 这个 你听到烂掉 你会到背如流的 但是为什么我很在乎 因为那是一个架构的问题 那是架构 你应该把 你要应该清楚 自己目前在什么位置 你才不会乱的那个方寸 你的心才不会因为几掌几叠 而乱掉自己 在处在什么位置 所以 也希望你养成这个习惯 操作过程中 有大而终在小 有大 520 好 不确定因素 这个移除 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英国独立 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 川普会不会当选 好 接下来你要再纳入一个新的议题 MSCR会不会把上海一股 纳入它的成分股 如果会 那各位亲爱的投票 应该会啦 不然它不会护港通啦 不然这些QB的资金 不会已经在中国炸入 早就已经卡位了 所以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不幸又被有严重 假设MSCR会把上海A股 纳入它的成分股 它对于台湾跟南韩 外资会测出的资金 不是几百亿新台币而已 也不是几千亿新台币而已 那个影响的是兆 一兆两兆的兆起跳 对台股的影响力会很大 好 五穷六节气上吊 会不会来 一定会来 你从我们目前推出的财报 就已经知道 一定会来 所以这个毋庸置疑 由大而中再小 小我们要告诉大家 近期的K棒 它呈现亮朔 亮朔尝试做止跌 所以也打东啊 好 如果也打东啊 明后两天 那就应该做反弹 如果他没有反弹 就代表这个礼拜的量说 五百多亿 六百多亿 白白浪费掉 除了这个之外 今天盘中分时走势图 今天 蔡英文就只演说 今天大盘涨35点 好 我们看一下好了 今天台湾50涨什么 涨幅第一名是可成 第二名是台宁 第三名是南亚科 第四名是世语品 第五名是大力光 所以今天台湾50涨的成分股 嗯 十之无畏 弃之可行 它并不是开大门走正路 当然可成 它是一个 应该是说 具有基本面的平概股 好 大力光 它也是具有基本面的平概股 但是台宁 南亚科跟细品 说实在话 我没办法去解读 为什么要去拉台宁 南亚科跟细品 好 至于中型一百 中型一百今天拉台的是什么 锦硕 F 利丰 长龙行 伪创 跟F真顶 所以今天如果你就要台湾50成分股来讲的话 涨幅第一名是3189的锦硕 第二名是4137的F利丰 再是长龙行伪创 F真顶 平信的眼 你问我今天为什么动这几场中型一百的个股 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 所以今天并不是一个开大门走正路 今天就是在观望 今天就是在观望 观望没有对跟错 所以今天观版重点 今天没做表态 下礼拜下礼拜二就是表态的时间点 就是这样子 那我还是强调 我要做最后的ending了 如果下礼拜下礼拜二开始做吉他 请你 要记得 那是短多中长空 那是最后的逃命波 请你不要把最后的逃命波视为强反弹 如果下礼拜下礼拜二开始做反弹 那是短多中长空 那是对台股最不幸 因为7999点会破 而且会比你想象中杀的更深一点点 如果下礼拜下礼拜二就开始吉杀 那对台股比较好 因为杀不深 因为已经跌了840点了 所以他不会杀很深 反而那时候你要去留意 怎样 空单先回补 可以抢短多单完之后再做卷空 好不好 讲完了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把握 如果你目前满手持股套牢 我林红相本人会帮你做持股体检 我林红相本人会带你换股做卷空 所以希望投票 你希望是从哪一种呢 反弹找空点 还是吉杀空单回补 反弹再空 就看你个人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图顾林红相 希望大家大概剩下三分钟 我们简单二要复习上半段的内容 原则上我给投资朋友的建议 本波来讲的话 礼拜一礼拜合应该是最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台股在这个礼拜连续五天的亮术 亮术一打东 他就是要让筹码沉淀 理当做反弹 因为你不确定因素的移除 520不确定因素的移除 他理当做强劲的反弹 但是反弹仍然是找卖点 找空点 那对台股 它是短多 但是中长空 未来7999点会跌破 你如果不想要空什么 那很简单 我希望你做基本的避险 你只要买T50反异就可以了 T50反异 因为要代表看空台股 买进T50反异代表看空台股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我常讲一句话 放空不见得会让你赚比较多钱 说实在话 因为你掉不到卷 你不用去听那些老师 有些放空成交量才 卷空的个股 只有50张 100张 150张 所以他不会让你很有钱 但至少你不会套劳 你不会赔钱 像去年跌了2800点 你不赔钱 别人赔了10% 20% 30% 40% 你不赔钱 你就比人家厉害了 那周公有保比 你就要心存感激了 了解我想表达的吗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空什么 那就很简单嘛 就买T50反异就可以了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很多朋友会 应该说期待或希望 或想要 你在倦控过程中 你能不能像大家讲的 全力以赴 我个人觉得没办法 插头股票 除了赚钱之外 它可以让你目前知道 你能不能去 自己的心态是如何 你能够达到自我的检定 自我的检测 你可以知道自己 目前心中的稳定度是如何 很多人会觉得 我的节目在聊天了 对啊 股市本来就在聊天了 真的啊 股市本来就在聊天了 因为把股市看得太 太严肃了 或者你把股市认为 股市只是一个所谓的 KDRSI MACDDM 那不是股市啊 股市是你对你自己 你自己的 应该是说人性的贪婪恐惧 你体会到怎样的程度 好不好 那本坡 我的看法 今天的焦点 盘中拉抬的并不是人气股 盘中拉抬的并不是 Tesla电动车概念股 或者是具有基本面的概念股 所以本坡并不是 强劲的回升坡 本坡下礼拜下礼拜二 它是一个重要时间点 反弹短多 但是它是未来的中长空 最后的空点 就这样子而已 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如果你目前满手持股要套牢 不晓得该如何处理 我零永相本人帮你做持股体检 我零永相本人带你换股做健康 最后 请你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 跟着我们一起 反弹 找空点 就祝你 操作顺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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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